就很多了 New 这个New New的话呢 也许刚开始是Java 你不要点一下 因为点一下就变写Java 因为我们要写的是Python 所以记得选的Other 然后选 这边有一堆有没有 请你找到那个Python的这个 这个里面的PyDiv 最下面这个 会出现这个蟒蛇的形状 那这个才会是我们的专业 另外第二个就是我们给一个Test 的名称 如果已经存在了 有没有 他说Already is 有没有 你就加一个2就不会了 然后再来的话 这个版本要选3.6 另外的话呢 这边要选CreateSrc 因为如果你没有CreateSrc 等一下按右键 你变成你要自己建立一个 Package的目录给他 他才可以再放Module进去 所以已经预设的话会比较简单 你就不用再新增一个目录给他 OK 所以这个可能细节要注意一下 那Finish 这样就OK的 所以又新增一个专案 那你要新增Module的话就右键 右键你没有 New一个这个Module 那就OK了 大概是这样 所以这步骤 反正你弄熟了以后大概就这几个步骤 OK 那接下来的话会要解决几个问题 第一个 我打了加总 就输出 他第一个会出现什么 出现说 你这个没有UTF-58的call 为什么呢 因为微软 他预设环境 他就不是UTF-8 他还停留在早期像什么 那个 BigFi码吧 大5码 BigFi码 所以 全部的软体公司里面最不合群的就是微软 为什么 因为他觉得说 我最大嘛 我干嘛跟你配合 其他人都用UTF-8嘛 像Google 或其他阵营 但是就只有他 不要用UTF-8 OK 我就是要跟你不一样 为什么 因为我很大嘛 应该是你们来配合我 不是我来配合你们 我 我是这样想的 我不知道 OK 所以怎么办呢 我们就要设定就是把它改掉 他预设是用微软的那个编码方式 那我们怎么改 第一个 Windows里面的Prefurnish 第二个的话 请你找到 在那个最上面这一个 General这个 找到有一个叫Workspace Workspace就是我们刚刚的工作区 工作区预设的编码在哪里呢 请各位找到下方 有没有 Default MS950 因为他自己弄一套他编码方式 OK 那我们怎么办呢 很简单 把它改成 Other 改成什么呢 改成UTF-8 OK 这样子的话 以后呢 就完全不用管编码了 不然的话 如果你用别的编辑器来编辑的话 你还要先前面要先宣告说 我底下的编码方式一律用UTF-8 还要多打一行 Coding 冒号UTF-8 如果你改了就完全不用了 因为他这个Workspace 这个工作区里面以后就用UTF-8了 就一劳容易了 OK 这个就要那你把它改 Apply Close OK 好 再试一下 不过你会发现 他马上怎么样 变乱嘛 因为刚刚这不是UTF-8 现在改了 他换了一个编码方式 所以变成要同档 加总 所以这边把它 这个时候的话打上去 OK 加总 好 第一个问题解决了 所以特别说编码方式 反正你不管怎么样 你下一次就是重新设定 你可能就是要先把这边的编码方式 这个General有没有 里面的那个Workspace改一下 反正你每一次再重新开一个新的Workspace 工作区也是一样 要重新设定一下 那第二个的话 那你现在执行他应该就不会是那个问题了 你刚刚的问题过了 可是第二个他会跟你讲说你的问题出在哪里呢 Type Type就是资料形态 Air就是错误 你的资料形态错误 为什么错误呢 他还跟你讲说 Can only 他串接什么呢 SR 有没有 这个是自串 自串的话是SR STR 后面的话呢 因为5加3变8 有没有 那8是什么呢 8是一个整数 是INT 他说如果你要把两个串在一起的话 你必须怎么样 把后面这个转换成自串 才能够跟他串哦 那你要怎么把后面串成 变成自串呢 很简单嘛 加一个SRT就好 SRT前刮弧 然后呢再到后面加一个后刮弧 如果你加一个SRT 这个 这个Function的话 这个函数呢 它主要就是把原来的8 把它本来是数字8 对不对 把它变成什么 把它变成文字8 就这样子 所以这个SRT转完之后 它就变文字8 才能够跟前面的文字8串 应该可以懂那个逻辑吧 所以以后 那个资料形态如果没有转换正确 它是会跟你讲说你的Type L 所以底下的话 慢慢可能你要慢慢习惯了 以后你会看到很多这种错误 红色的字 其实不用害怕 因为它就告诉你答案了 你就把这个看懂 你就知道怎么改 OK 那我们把它执行一下 有没有 加总冒号8 有没有 你经过转型之后就OK了 那这个问题一定会不断出现 因为很多同学形态没有转对 一执行就错了 OK 所以这部分的话 请各位试一下 刚刚有两个重点 第一个编码方式 这个改一下 这个画面我好像在那个云端上有拍照 第二的话就是把这个转型之后再跟前面串接 就OK了 外面先换给各位一下 那另外其实VBA里面如果你是写VBA就不用转型了 因为VBA它比较比较友善一点吧 因为VBA是什么 如果你没有转型它会自己帮你转 但Python不会 OK 所以 所以如果你习惯写VBA在写Python 你会觉得奇怪怎么常常出错 如果TypeL原来我忘了转型 这个机会会比较大一些些 那另外就是说呢 那个 自串符号前后双引号嘛 这个用法跟VBA一模一样 那串接的话呢 VBA是用M的符号啦 不过在这里是用加号 这个可能要改一下